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感应篇第118节 这个以下几节是 善恶古报的总结 请看经文 如是等罪 使命随其轻重 夺其计算 算尽则死 死有余则 乃秧极自分 这几句 我们细分 它有两段 前面这一段 是正名罪报 后一段 是别名余阳 末后这两句 如是等罪 这是总结上文 这是我们讲的时间 讲的很久了 这是作物的 造作种种活业 感应篇上 感应篇上所说的 几乎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 去造这些罪业 为什么会造 在前面我们也曾经研究讨论过 总结原因不外乎两种 一种就是五十戒以来的稀奇 坏稀奇 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 比如 大家常常读的 百发明门论 这是我们佛教 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 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 都应当要学习的 这个小册子里面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八十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 我心所 就二十六个 善心所十一个 你看看这个比例 超过一半都不止 又何况 善心所的力量不弱 我心所 我心所的力量强大 这通常我们讲的我习 在佛家讲的是我心所 六个根本烦恼 二十个虽烦恼 不知不觉的 它就起现行 所以 人 很容易造卧 是有道理的 那么在外缘上来说 尤其是今天的社会 卧缘多 善缘少 我们六个人所接触的境界 可以说 无疑不是叫我们去做卧 所以说 里面有严重的烦恼吸气 外面有卧缘的 诱惑 勾引 他怎么会不造罪业 造罪业的时候 无知 国报现前的时候 就可怕了 这个时候 恐怖也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这些人 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人 非常幸运 能够读到佛的这些教诲 多了之后 就应当生起 高度的警觉 知道这个事情的恐怖 后果不堪设想 人能够有畏惧之心 他自然就不造业了 想到果报之口 想到果报之口味 不敢造主了 灭练 由畏惧之心 才能够防止造罪 灭练 灭练 灭练能想到 佛菩萨 圣贤人 教导我们 要勤修善业 我们 需求的善果 一定要断我修善业 我的心 我的念头 我的行为 如需求善果 哪有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一本书 我们快要念完了 到这个地方来总结了 不是书本上做总结 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啊 在齐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做一个总结 然后才真正明了 善不可不休啊 我不能不断啊 我们这一生还有救 如果继续向往以往迷惑颠倒 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职责 那这上面所讲的果报 绝对不能够避免 文字上说 如是等罪 这是总结造窝 这一个大段 也是感应篇里头最重要的教会 是 死命随其轻众 这死命是将归神 现在人不相信啊 这个事情不是说 不信就没有 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那这个事情好解决了 我们不相信就没有了 不相信他还有啊 他真有啊 死命归神很多啊 欲阶有天神 是 道教讲的欲皇大帝 佛法里面讲的套礼天主 他们讲欲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套礼天主 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 这个是 这个是 私命之 私命之神 之大者 其次在其次的 有十多天神啊 还在家上归神 我们 六根接触不到 但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 所谓是 巨头三尺有神明啊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啊 啊 因为我们最接近的 三尺神 前面我们 讲过了 介绍过了 在佛经上 在佛经上 告诉我们 有两个神呢 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一时一刻都不离的 一个叫同僧 一个叫同名 我们齐心动念 所作所为 他们都看到 他们都做记录啊 都做报告啊 我们做善 做卧 他们两个做正 决定不要以为 我们齐心动念 没有人知道 啊 这个想法呢 就错了 人 有命 所以 一般呢 这个 看相算命 真正高明的人 算得很准啊 诸位多了凡思讯 你看孔先生 对原了凡算的 就非常准确 不是对一个人 对所有的人 都能算得很准确 这就说明 人有命运 命运从哪里来的呢 要知道 命运是过去身中 俗造善悟业 业力主宰着命运 命运不是鬼神主宰的 是自己主宰的 自己能够断我修善呢 你的命运当然好 你如果是毫无忌惮 谁顺自己烦恼吸气 无恶不拙 那你的命运当然不好 佛菩萨不能为我们正解一丝好 私命之神也没有权利 正解 就如同我们世间 司法人员 制法人员 不可以随便加给一个人之罪名 不可以 也不可以随自己意思去讲成一个人 这不可以 必须他对社会有贡献 做很多好事 这政府制法人员奖励他 他造作物业 根据他的物业 所作所为 法律来判断 来惩罚他 由此可知 他虽然主管 自行 奖臣 他并没有权利随便 奖励和惩罚一般人 一定依他的造作 司命之神 也佛如是 所以 随起亲众 随着我们造作卧业的亲众 夺起 计算 这个计算是人寿命 这是惩罚里头的大事 人能行善 可以忍受我 所谓是一年年一寿 所谓是一年年一寿 造作哪些事 能够一年一寿呢 感应篇前面讲的上限 所以 利益社会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 多多地去做 利益最大的 是帮助众生去 帮助众生 凝了 因果的利益 这是大事 帮助众生 转迷为悟 人 人要是能行这个大事 决定 一年一寿 长寿 是一切众生 喜求的 如果自己 不多多地 急得累功 寿命长 而身体不健康 那是苦暴 那不是善 必须寿命长 身体又健康 这是福报 我们在新加坡 看到许哲许死 这是我们 舍感应平最好的活榜样 人家长寿 健康 一百零一岁了 还跟年轻人一样 他怎么修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完 绝不是他的专利 我们看这个样子 仔细问问他的生活 思想 行持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修到 一定要烈心善死 如果 如果造作一切不善 你不相信因果报应 这个罪恶做多了 你的寿命就减少了 这些事情 是比较不容易理解 古书里头记载的很多 感应片 汇编里面 所谓 引用的公安音源 也非常之多 我们看了信不信 原料凡 遇到云谷禅死之后 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非常认真 努力 改过修善 他的命运转变了 他的寿命也延长了 孔先生算他的寿命 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多岁 才念佛往生 这一类的事情 自古以来 很多很多 下一次遇到许哲问问他 有没有算过命 以前算命的人算他的寿命多少 我相信他这个寿命是极善而延长了 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跟我算命 说我活不了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一定要死 这一类的寿命是极善而延长的寿命 我很相信 我一丝毫都不怀疑 我学佛没有求长寿 现在能活到这个年岁 这个也是 也你也是我 所以造作卧死 算尽之死 所以造是 损受之死 这个几句 是说的罪报 这正是给我们讲的罪报 这几句 下面两句呢 这是余秧 这是余秧 死有余子来秧及子孙 他的子孙不信了 可是我们要想的 父子兄弟 夫妻都有过去生动的缘分 不是偶然的 一个人既得 修善既得 自然有过去生中 修集善业的这些人 到你家里来投胎啊 善与善感应 你造作的不善 那么决定有一些不善的冤情债主 到你家里来投胎 来做你的子孙 由此可止 那个死有余子 养及子孙 子孙也不是冤枉啊 受这个仙人之样 也不是冤枉 比喻有业余 可是 这些做子孙的人 如果有善缘 遇到善知识的开导 他能够接受 他能够相信 他能够转卧为善 他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由此可止 功德里面 第二殊胜功德 是教化了 古代 古代 这些帝王 乃至于 地方政府的首长 都是把教化了 作为他们施政 最重要的一条 所谓是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私 我们民间称为什么 父母官 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 他爱人民就像子弟一样 教人民就像自己学生一样 那个有功德了 死后的时候 他要是不念佛 往生 那都升天 做神明 接受后人的奉死 这些四集在中国民间很多很多 如果是贪官污吏 必定多的 这些文里面 读解 读得非常之多 这个里面呢 恒长一篇 借取《楞严经》上讲的 六教报 《摄谢印六教报》 那佛师这个经典里面 讲这个讲得太清楚 这一段 诸位同学自己可以做参考 好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